欢迎收看,我是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么在这堂课的一开始我们要小考 如果前面的课有听懂的话,我都一定会让学生写这个 来去 让他们确认自己到底有没有想正确 如果今天你看到LOG2加LOG3它会等于什么 它会等于 LOG5吗 不是哦,它会等于LOG6 帧数相乘 那如果是LOG2加LOG2乘LOG3呢 就是 不会等于什么,就是LOG2乘LOG3 就好像根号如果你相乘 根号2乘根号3是 根号6 那根号2加根号3呢 不会是什么,就是根号2加根号3 可以吗 以下四格用LOG来回答 2的几次是3 就是LOG23 那3是2的几次呢 快点,谢谢 你有答对吗 3是LOG2的23次 跟隔壁一样哦 因为这两句是一样的句子 我只是把等号左边跟右边互换而已吧 有的学生他 在压力很大情况下 他很容易 拆而不自知 他以为他有想 但是他没有 他只是想说 颠倒 应该是LOG32吧 不对哦 懂吗 3的 几次 是2 3的几次是2 3,2次 那么243的几次 还是LOG32次哦 可以吗 已经知道 A3次是B的话 请问LOGAB是多少 所谓的LOGAB就是 A要几次是B 那A要3次是B 那LOGBA呢 因为我知道A3次是B的话 其实 B三分之一次是A 所以LOGBA B要几次是A的 这个答案就是三分之一 可以吗 所以2是10的几次 那希望你可以写对 这个答案 如果你写 LOG12 也是可以的 或者写LOG2 因为底数10是可以不要写吗 也是可以的 那写0.3010 我会觉得更好 那LOG2当然 这些来说其实LOG2更好啊 因为0.3010是估计过的 可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掌握到的能力就是说 知道2是10的LOG2次 所以2是10的大约0.3010次 那如果200勒 0.3010的大约0.3010次 对不对 根据指数率他是2乘100 所以他是 10的 0.3010次乘10的2次 所以是10的 2.3010次 这个是 2.3010 这里 那如果是 0.02呢 我们有两个方法可以做 一个是说 根据科学记号 他是2乘以 10的 -2次 所以 2是10的 0.3010次 所以是10的 0.3010-2 是-1.699 那你还有一个做法 他是 是 LOG0.02是2 所以他是 LOG2-LOG100 所以是 0.3010-2 -1.699 所以是-1.699 那事实上透过这个科学记号去讨论就是我们 这 这个 下一集的学习重点 这也是高一的时候会学的一部分 就是希望你们可以 透过科学记号去理解 去使用 LOG的 这个意义 去使用LOG 如果2的A次是B 以AB表示这些 那按个暂停自己写一下 来咯 注意一下 A代表2的几次是B 所以如果说 B的几次是2呢 他其实是 1 那所以说A其实是LOG 2 B 那如果B平方呢 因为 这个你从指数就可以知道 LOG A的2的A次是B 所以B如果平方的这里也会平方嘛 那他就 根据指数率会变成是2A次 那如果-A呢 -A呢 就说A是LOG2B嘛 所以那如果-A呢就是-LOG2B -B 或者你可以说是 LOG2B分之1 那8的几次是B呢? 注意一下这里8是2的3次 可是 他没有 B这边没有变喔 所以我整个值是不能变的 所以2的A次是8的几次 2的A次是8的几次 然后是B嘛 对不对 所以2的A次是8的几次呢? 那因为8是2的3次嘛 所以 你就会得到 8的框框次是2的3次的框框次是2的3框框次 所以A是3框框 所以框框其实是3分之A 可以吗 然后问你2的几次会是2分之B 那等于是我把 等式两边同除2 将右边就变2分之B了吧 那左边就是2的A次 除以2是2的 A减1次 那说 A分之1加A会是LOG什么啦 那其实他是我们这里提到这件事情 你可以想像 2的A次是B 那么B的A分之1次是2 那如果我要在这里加一次的话 我等于是在右四乘上B嘛 那这里应该是2 然后 也乘上B嘛 你就会发现 B要这么多次的话会是这个 可以吗 好 然后问你2B会是2的几次 那 一样的概念啦 就是我在这里同乘2 所以他是2的A加一次 可以吗 那 LOG B2呢 其实这个都刚才都做过了 LOG B2是1分之1 这个有意思 我很喜欢夸自己出的题目 B的A次是2的几次 那他等于是我把这个上面题目这里 等号两边一起在A次 所以他会变成2的A次的 A次是B的A次 所以他是 根据指数率 2的N次的M次是N乘M次 所以他会变成2的A乘A次 是A平方次 可以吗 那这个呢 所以说LOG2B是A嘛 然后LOG2 2分之B就是 LOG2B-LOG22 可以吗 所以他是 A-1 其实这里已经有了 对不对 同一件事情啦 就是就是反复的 用不同的角度去做 那你就说 我在前面交过这里之后 学生这里也不见得 就马上就做对 所以再多出一题也不会 也没有什么关系 那这个LOGB 几次是根号2 B的几次是根号2 所以B如果A分之一次是2 那要根号2呢 两侧同开根号 所以是 B的A分之一次的 因为开根号是2分之一次 所以他是 2A分之一次 可以吗 如果你学生在写这几题的时候 他停滞不前 那你要提醒他 可以的话就像我这样子 写点什么下来给自己看 就说 心算固然很好 但是 你都已经卡住了 就写点什么 帮助自己思考 不要什么都不写 然后 反而你会的东西 一直缴 缴在一起 有会跟没有会就变一样了 好 那我们这集上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